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人生百态竟然有不同 酸甜苦辣交替糊溶 每一天都暴露万象 精神都所充满电量 一个人的一点有不同的风景 Happy everyday 记得你总会登顶 哈喽 哈喽 是说是来接我的是吗 是是 我叫金金 我来自于浙江 然后我毕业的话 是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 主要学的是酒店管理 为什么来迪拜呢 是因为当时在做酒店的时候 觉得迪拜是一个 酒店行业非常繁荣的城市 并且呢 也是一个土豪城市 所以呢 就追随着这一份希望 或者说追随着这份梦想 就来到了迪拜 我来第一个拍是吧 被这种车 刚刚来迪拜的时候 可能工资非常低 但是呢 我踏入这个城市之后 我发现这个城市非常有活力 它的活力点在于 它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城市 它只花了10年 就从一片沙漠造成了 你现在后面这样高楼林立的样子 现在这个早高峰 走到哪都特别堵 现在迪拜的发展也很快哈 非常快 你看到处都是缴手架 因为他们这个工程都是在赶工 2020年迪拜是博会了 所以很多的项目 基建项目 现在都在网上建呢 因为今天我们首先 先去银行打理一些事物 然后去国际城见一下妈妈 然后我们在国际城吃一下饭 接下来我们去车行 看一下我们的车 然后看一下车行的事情 然后我们去公司 去公司看去迪拜之家的房地产公司 看一下迪拜房地产公司的一个筹备 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一步登天的 在我刚刚开始出入社会的时候 野心非常大 想做的事情也非常大 所以呢 就会有一种想要一夜暴富的状态 因为全迪拜这里只有一个华人 只有这样一个华人业务 但是在迪拜看到那么多楼宇一栋一栋建起来 然后看到我身边的人 在每一个人靠自己的努力 靠自己的几年前的积累 然后呢奋斗出现在这样 没有一个人可以随随便便成员的 在以前我个人认为运气是最重要的 是成功最重要的一个点 但是他告诉我运气它不仅仅是运气 它是命运两个字 命它犹如一个电脑的主机 它是设定好不能改变的 但是运它是键盘 就是你敲打什么 它就会呈现什么状态 所以说虽然我们可能生来都是一个 比较普通的一个命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双手 去敲打键盘 去改变我们自己的运 这是迪拜教会我一个最大的事情 你好 你好 走吧 他会给你开到这里 他会给我开过来 你说你好 你好 我爱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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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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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alama Masalama是 再见的意思 是阿拉伯语是不是 是阿拉伯语 你能再说一点吗 要学一下 Masalama Masalama 对 我爱你答 诶 等一下 你要拍吗 对 你要拍 我来好好给你表现一下Rap 希望好 我是Rap爱好者 今天明天后天都是Weekend 黑的白的全都在我心里面 我不想听你说太多蜚语 对我来说 今天明天后天都是Weekend 所以我慢慢的从酒店看到了迪拜的更多的机会 从酒店跳出来之后 我自己开了一家小奶茶店 这里呢就是国际城 是我们中国人聚集的一个地方 然后呢在这里火锅呀 奶茶店呀也有 你看这里是一个清真寺 是平常很多人在这祷告的地方 然后现在 这个拐角的这个店 是我在迪拜的第一份小事业 是一个奶茶店 带你们去看一下 就是从这里发家致富的是吗 哈哈 不能说发家致富 算是立足吧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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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你过来了 我跟你妈妈说了 你妈妈在这穿衣服呢 我妈妈来了 马上来跟我来穿衣服 不用不用不用 我就带他们过来看一下 对 这里就是平时大家下班之后 就可以过来坐坐聊聊天 也是一个认识朋友的地方 当时就是靠这个奶茶店认识很多朋友 出门在外就是靠朋友帮嘛 当初你开这个奶茶店 也没有什么故事 应该也挺不容易的吧 肯定不容易呀 当初这个店 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 自己装修的 没有什么钱 当时 然后呢 就是从铺地板 到这个柜子 就柜子想省钱嘛 然后呢就自己去买材料 然后呢自己去把它吃起来 哎 妈妈 哎呀 哎呀 我冲冲妈妈鬼故里 鬼故里到底哪呢 我选 阿姨好 你好 你好 因为昨天晚上人多 最早下班有晚 所以店里东西购买光了 我要通宵全部做出来 通宵做的 对呀 全部做好 把那个二两烤吃嘛 自己搞好 卤鸡 卤鸭 卤味品牌都自己搞好 现在这个店基本上就是我爸妈 然后呢 还有一个四川的小女孩 然后在一起做 这是 老外 这个新习服务得说呗 这是售外卖的是不是 对 售外卖的 售外卖的老外 好像还没售外卖的 我问他 我问他 妈妈sleeping 这样是老外卖的 啥意思 我妈妈说英语了 是吗 没想到 妈妈sleeping 你也sleeping 一点都不好 no good 现在再回到这个奶茶店 有什么样的感觉吗 没有感觉 奶茶店就是家 就是 我之前很多次想把这个奶茶店关掉 但是 妈妈说这是我事业此故的地方 人不能忘本 这是我的本 我所有的 迪拜现在所有的一切 都是从这个奶茶店开始的 认识的每一个人 帮助我的每一个人 这个奶茶店就像 我一个 真的真的是我一个家 我认识 我没有需要任何枝 和任何枝 所以请大家 去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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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我只需要草 和树 那就是 对 然后放出美丽的灯 所以我要 看你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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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的一个车行 哇 这是你的车行吗 这是我和合伙人 当地的一个合伙人 一起坐的一个车 这是我们客户的车 这是什么 这个是三大神车之间 身上学到了很多的经验 并且积攒了一个 自己的个人的人脉 所以呢 就从事了移民工作 在从事移民工作的时候 我就更加更进一步的 认识了一个整个世界的发展 认识了整个国家政策 然后也学习成长了很多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办公室 然后它是一个房产 迪拜房产中心的 这样一个最核心 最枢纽的一个地方 所以下面全都是 伊马尔房地产开发商的一个总部 然后所有的客户签约 货户 都是在这栋楼里面 所以呢 这栋楼我相信是全迪拜房地产 成交量最多的一栋楼 我觉得可能是在这里都回到 哈喽 嘿喽 嘿喽 你好 我是米粮是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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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坐 szukini 哎 那个 M 里呢 仙安下去了 仙安下去了 再报架 重置考虑 上去 然后报架 对 对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人能够赚到多少钱 你能做多少的事 当你为别人赚钱了 当你把你的事情一件一件打理好了 你想要的钱自然就会来 这个是我们的初创团队 你要看我们公司一年之后 这四个人我们可以裂变成400个人 一年以后再邀请你 我并不是一个专科出身的人 但是呢 社会是我的大学 迪拜是我的大学 在迪拜教会了我 怎么样为人处事 怎么样经商之道 怎么样可以在一个沙漠当中寻找机会 就像酋长说的 永远为人会记住第二名 所以在每一件事 我都想做到第一 想做到最好 我们已经拍摄了140人的一天 在世界各地都有我们的足迹 我们还将记录更多的人生百态 我们相信每个平凡人 都有他不平凡的一面 如果你想纪念你的一天 就请联系我们的公众号 一个人一天 买地